6月20号,农历5月18,这是四川常宁6.0级地震镇后第四天,镇中双壳镇迎来了镇后的首次乡镇集市。几百米长的街道上,叫卖声、汽车喇叭声、砍架声混在一起,这个川南小镇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 水果蔬菜,衣服鞋帽,锅碗瓢盆,一家卖衣服的小摊围满了前来选购的村民,安全起见。老板李怀荣把衣服搬到路边临街出售,因为受灾严重,多数人住进帐篷,缺少换洗衣物。李怀荣就从库房里把存货全拿出来低价处理。 西街上的一家快递公司也在今天恢复了派见,四百多件快递被摆在街边,该快递网点负责人万波瑶从早上到周五几乎没停过手中的火,一直扫描快递,给村民发领取信息。 万波瑶告诉记者,正后大家住进帐篷,很多人在网上买了衣服和食物,他得尽快把快递送到他们手中。白天忙完派见,晚上他还要去医院照顾亲人。 一辆满载着20吨水的车刚在街边停下,村民提着各种容器来接水。地震发生后,为了保障村民的正常用水, 母医院每天至少要往返两次拉水,而在整个镇上还有七八辆车每天为老百姓用水来回奔波。 地震发生后,街头的一家银行一直照上营业。 业务大厅内,一位老人欣喜地从银行卡上取出了一碟现金,折叠后放入了口袋。在安置点内,一辆移动汽车银行格外引人注目。 两个玻璃窗口和一台ATM机为安置点的村民提供了不小的便利。 该银行负责人肖心河告诉记者,正后不少民营企业和养殖户的厂区房舍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,银行业务已小额存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居多,且开设了抗震救灾贷款绿色通道。 两个安置点有帐篷银行,然后昨天晚上又调来了一台那号移动汽车银行,所以说,整个在尽量地就发明我们这里和地方的群东西的乘款取款,还有些贷款的需求。 昨天我们一半的被栽货重建贷款,同时这几天我们的汽车的受损倦,我们也来进行摸底,进行调查。